打工吧魔王大人 哇塞这番也可以叫 当不成勇者的我只好认真做老色批的 故事发生在一个魔法世界 男主劳尔是在勇者班的首席候选生 就差在勇者选拔考试中打败魔王 一跃成为人类英雄了 不幸的是 魔王在他考试之前就被打倒了 没有交代是被谁打倒的 总之就是魔王没有了 所以也就不需要勇者了 勇者制度被废除 男主变成了一个失去梦想的咸鱼 只好在王都的雷昂魔法商店做支援 打工赚钱维持生活这样子 不过说是魔王商店 其实里面卖的都是什么冰箱洗衣机电视之类的 这些机器都靠魔法运行 就跟我们现在用的店是一样的 店里除了他 还有一个身材很好的店员黄毛 只不过有一个色老头 经常会磨黄毛的屁股 年纪都是那么大了还这么骚 也不怕闪了腰 这天店里来了一个灰毛 说是来应聘的 表面看起来倒是没有什么问题 但男主仔细一看 这灰毛的身份写的是魔王的孩子 但店长并没有在意那些直接留下了灰毛 还让男主做他的教育担当 灰毛看见店里的一切都很新鲜 不过他作为魔人的习惯还是改不掉的 见到人总是凶巴巴的 全身散发着地府判官的黑暗气息 没办法 男主只好给了他一本杰克指南 但是灰毛也不仅仅是存在这一点点问题 他作为魔人 魔力强大 一般的魔法商品都经不住他万亿的魔力 淋水器就是个活生生的例子 一个不留神就被摸爆炸了 灰毛身上被炸满了水 男主赶紧带他去换衣服 也正是这个时候 竟然是个女的 话说你看见他的脸 真的都没有办法看出来 他是个女生吗 我表示很费解 第二天男主决定教灰毛一些接客用语 就类似欢迎光临什么的 效果很明显 一直教不会的男主只好使出绝招 灭红耳赤娇羞轻传法 其实只是写在了手上有点痒而已 之后男主在外面打扫卫生 遇到了自己的老同学艾莉 你这个名字让我真的很容易跳戏 艾莉也被称为全A 是因为她所有的科目成绩都是A 也可能是因为她的胸部也是A 艾莉难以接受成绩最好的男主在商店工作 难以接受她放弃梦想 男主也很郁闷 能当公务员的话谁愿意打工啊 下班后男主发现灰毛睡在店里的沙发上 在梦里还偷偷的在练习接客用语 她突然就想通了 虽然没有放弃过想做勇者 但是目前的状态也不算太糟 不管面对什么事情努力就好了 而在那之后 灰毛在店长的帮助之下也租好了公寓 而且就住在男主的隔壁 这套路是不是不太对啊 按照一般套路来讲 男主和灰毛不应该是同居吗 某天店长不在 男主在看店的时候 突然接到了从本部寄来的空气清洁机 净价也很便宜 不知道是不是要卖掉的商品 启动过之后 即使冒出了一阵黑烟 紧接着就把女员工都卷到了天上 店里的修理员蓝毛分析 这是魔女之手 是魔法道具失控的典型模式 正好艾莉也在店里 本来她是想和男主一起拿下这失控的机器的 但没想到自己却中了招 而且这触手还消除衣服 难道这是荣结史莱姆吗 灰毛想去救艾莉 结果自己也栽了 男主赶紧取出自己的大包剑 和灰毛搭配着关掉了空气清洁机 打得这么热血 也仅仅是个空气清洁机而已 经过这一场 艾莉也算是认识了灰毛 但男主却不敢把灰毛的身份告诉他 灰毛并没有多想 他依旧努力的做着自己的工作 融入人类的朋友圈 偶尔还会被隔壁便利店借过去帮忙 话说这便利店不就是罗森吗 衣服和商品都一样 这个植物很强啊 这天副店长发现店里一个客人都没来 真的是奇了大怪了 原来是灰毛在店门口做了个毒沼泽 用他的话来说是想装饰一下店面 这一装饰呢 直接就把摸屁股老头给装饰中毒了 但是没有客人的原因 也不都是毒沼泽的国 主要是因为阿玛达魔法商店 在这一天开业了 人家搞开业促销呢 而且阿玛达是业内最大的魔法商店 市占率呢在50%以上 男主所在的雷昂魔法商店 市占率只有3%不到 这差距可不是一点半点哦 由于生意惨淡 店长决定派男主和灰毛去阿玛达调查一番 为了不让敌方发现 最好隐藏成情侣 二人到了阿玛达之后 先见到了埃莉 兄弟 您之前不是嫌男主丢失了梦想吗 你竟然在这半兔女郎 就是守护梦想吗 果然为了赚钱 还得是变成打工人啊 男主和灰毛在阿玛达一边玩一边侦查 发现这店里的东西呢 卖的都很便宜 而另一边雷昂店的店长 也被领导叫走 去参观了阿玛达商品的生产车间 原来他们的商品 全都是用低级魔物来干活生产 怪不得卖的很便宜 因为根本就没有人工费 本来领导呢 也是想和这个工厂合作的 但是这个工厂 早就被纳入阿玛达旗下了 这下也是真没有办法 雷昂惨淡的马上就要闭店了 只能靠爱和友情来撑着 还别说 真有靠服务态度来买东西的 就是这位奶奶 他之前想在阿玛达买空调 结果不认识路 是男主帮忙带的路 但是他最后还是没有买 因为阿玛达店员介绍的专业词 他都听不懂 他在街上认出了男主 于是就来雷昂买了 蓝毛跟着去给这位奶奶安装空调 但是没有想到奶奶的儿子 眼镜哥从阿玛达也买了一台 两个人买虫了 按照价格比来说 眼镜哥最终还是选择了便宜的阿玛达 但是店员在安装的时候却出现了问题 眼镜哥家的魔力不够用 带不动空调 众人分析了一通 得出结论 一定是有魔法吞噬者在这里 灰毛直接就要注入自己的魔力 试试这小怪物 不过他魔力强大 男主怕出什么事情赶紧就拦住了他 不过你拦人就拦人 手放哪里啊 当我显微镜女孩不存在吗 之后灰毛打开地板一看 密密麻麻的全部都是史莱姆 没错 就是透明的史莱姆 他们在这儿被叫做魔法吞噬者 蓝毛在外面画了一个 类似电路图的魔法阵 让灰毛站在一个点上 然后把史莱姆全部都引在他的身上 灰毛魔力强大 正好把这些史莱姆全部炸没 搞得灰头土脸的几人 没有白做好事 最后眼镜哥退了阿玛达的空调 重新选择了雷昂 经过这件事情 大家又重拾了信心 在这个炎热的夏天 大家各出其招 前有灰毛钻男主被窝 后有全员穿泳衣带货 总之为了店铺的营影额 也算是贫了老命了 店长还是很贴心的 大家的努力他都看在眼里 到了发工资的时候 每个人都收到了奖金 这是灰毛第一次收到工资 激动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也不会买东西 还得是男主带着他 叫他怎么花钱 灰毛成功独自结账之后 非常开心 他也明白了自己工作的意义 客人在雷昂买到了 自己想要的东西 然后客人的钱变成了他的薪水 而他拿着薪水去买的东西 很有可能是客人从事制作的 他感觉这个结构很是微妙 他很喜欢在人界工作 这一番话感动到了男主 他从来都没有想过这些 一直都是为了工作而工作 而现在的他也体会到了工作的乐趣 在逛街时 灰毛特意买了些新衣服 穿给男主看 还送给了他一个吊坠 听说里面有差一点 就打到魔王的勇者的头发 在魔界很是流行 愉快的一天也就这样结束了 灰毛的钱包也就空空如也了 各界之后的一个月 他又要靠着店长救济来填饱肚子了 在回家的路上 灰毛突然遭到了袭击 他告诉男主 其实有很多人 希望他能够继承魔王的位置 由于魔王被打倒 很多武器和魔法道具的店都倒闭了 也多了很多实验的人 男主应该就算是其中之一吧 而攻击他的人就是勇者 他们需要一个新的魔王 回到需要勇者的世界 男主听后是非常震惊 不过第二天 灰毛就恢复了心情 因为他已经想好了应对的方法 那就是成为魔界魔法商店的店长 因为在他心里店长要比魔王还要厉害 估计勇者们也想不到 他们盯上的只是一个 有远大理想的打工人而已 灰毛在这边打着自己的小算盘 而另一边的魔人也有自己的打算 不光是勇者需要魔王 魔人也是需要魔王的 魔人长毛手里有一个黑石吊坠 是灰毛父亲的遗物 有了这个就可以让灰毛觉醒成魔王 情况对于灰毛来说很是不妙 但他是一点危险都察觉不到 还在店里和男主讨论订单的事呢 由于客人买了东西 但是没有写地址 所以灰毛这一单算是半残次品 无法配送 之后男主的同学小黑和小黄来吵他 说是魔王会复活 勇者制度呢马上就要恢复了 男主马上就明白了 原来那天袭击灰毛的就是他们俩 打女人算是什么好汉 灰毛虽然不是人 但是这俩是真的狗 男主就出去这么一会儿 灰毛就出事了 本来他是看见了那个望天地址的客人了 想要追过去要地址 结果就被长毛给抓到勇者学校了 小黑也在这里 诉说着梦想破灭的痛苦 随后他甩出了一张班级罩 灰毛这才知道原来男主呢曾经也是勇者 男主在店里也坐不住了 他决定要去救灰毛 为了灰毛 他不惜和曾经的同伴为敌 他还从小黑口中得知 原来他们的祖先曾经递结过契约 由于魔法道具的发明 魔王随时都可以被打倒 但为了让勇者这个职业留下来 历代的勇者都会留魔王一命 不然勇者就没用了 男主听了之后就笑了起来 原来这就是他心心念念憧憧的勇者 这么愚蠢而又自私的契约 在他的眼里简直是可笑至极 现在的他终于释怀了 再也不用纠结于做勇者了 他只想救下灰毛 但艾力出现拦住了他 艾力的家人全部都是被魔人所杀 他的目的呢就是铲除魔人 虽然他不讨厌灰毛 但他也不想留情 男主和艾力打了起来 但他根本就不是对手 又是暴衣又是大宝剑的 一旁的长毛在给灰毛洗脑 说什么男主和同伴自相残杀 最后也只会同归于尽 灰毛看着战斗的两人非常不忍心 他的泪水落在了胸前的黑石吊坠上 觉醒了魔王之力 起身飞向了魔戒的火山入口 男主吃力的睁开眼 他并没有被打死 灰毛送他的那个吊坠救了他一命 但是你高兴归高兴 你别这样抱着人家笑啊 你颤抖着人家脸红 你不知道吗 男主想去追灰毛 却被长毛拦住 不过没有关系 店长骑着魔法吸尘器来了 还顺便吸走了长毛的魔法 真的是非常牛批 而且不光有吸尘器 还有吹风机 播放器电饭锅应有尽有 怪不得之前小黑说能轻易的打败魔王 这下呢 我是信了 而除了店长 摸屁股老头也来了 没想到他还是个飞行员呢 他想要送男主等人去追灰毛 这老爷子 靠谱 不愧白嫖了这么久 男主终于在灰毛进入魔界之前拦住了他 但现在的灰毛已经六亲不认了 不管是谁 来就是干 男主上前与之交锋 打算用杰克用语换回他之前的记忆 于是画面就变成了这样 男主先使出了一招欢迎光临 再接着一个非常抱歉 然后是非常感谢 最后那招他拿出了灰毛的客户订单 那位客人已经填好了地址 这是灰毛拿到的第一个订单 客人还在等他 然后灰毛就恢复了 所以说这打工人呢 还是得靠工作来支撑 最后灰毛又回到了雷昂魔法商店 完成了自己的订单 而艾莉也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被店长招到了雷昂来上班 灰毛如愿的变成了前辈 玩节洒花 总的来说这番还是相当推荐的 有日常有搞笑有福利 店长用电饭锅砸长毛的时候 我是真的笑了 还有这番里的女生的身材 也都太好了吧 男主每天在这种环境下工作 真的顶得住吗 店长 艾莉甚至摸屁股老头 都没有出彩的地方 灰毛作为魔女性格呢也是非常的好 与其说是男主帮助他 不如说是他在一步一步的帮助男主 帮助男主摆脱勇者的包袱 帮助男主明白工作的意义 而且呢他是真的热爱工作 已经很久没有见过 专门积极的人了 我肯定不是 我只能算是个积极废人 如果有小伙伴们喜欢看 魔王勇者之类的番剧 那这部番你一定必追 本来我以为 用魔法代替电力这个设定 真的很多鱼 但是没有想到 店长最后却来了一出 电气质敌 真的是惊到我了 总之呢就是笑点多多 大家千万不要错过 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还是那句话 订阅我开启小铃铛 爱你们哟